好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啊 今天是2020 7月26号 周二的一个时间 好 那么呢 在正式今天的内容之前啊 想给大家呢 同步一个点 呃 希望大家啊 能够给我们的这个视频啊 点个赞 是吧 这样的话 我们的视频啊 在YouTube上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推荐量 给我们点赞的朋友啊 都可以找我们助理啊 免费领取一份交易礼包啊 这个交易礼包啊 非常的实用 好 那么呢 这个就说到这 我们回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排名中来 呃 首先的话啊 还是给大家去 嗯 回顾一下啊 我觉得呢 啊 昨天的视频啊 稍微有点打脸啊 稍微有点打脸 呃 其实呢 整个这个行情的走势呢 也确实有一点点走出了我的预期啊 呃 就就拿咱们的这样的一个蜡指来讲啊 其实 呃 嗯 呃 打脸啊 是吧 就是这个市场啊 对错啊 都是尝试啊 是吧 我们做交易也是一样啊 也会有做的对的时候 也会有做的做错的时候 我们分析呢 也有分析对的时候 也有分析错的时候 关键的是什么呢 关键你自己怎么去对待下一次的分析 怎么去对待下一次的机会啊 因为 这个市场都是概率市场 我们保持平常心啊 当然啊 我不是为咱们的这个事情做开脱 我是想给大家传递一些对于交易的一些正确的一个理解啊 呃 对于得这样的一个蜡指 昨天呢 其实给大家有句说过啊 给大家呢 画了几条线啊 首先这是一条水瓶支撑啊 给大家有去说到过 这个位置可以考虑做多啊 但是呢 这个旁边其实并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啊 在这里直接啊 走出来 是不是 上一次昨天给大家直播的时候啊 给大家讲视频的时候啊 刚好在这个地方确实有往上再走 往上再一次回踩啊 我觉得它可能是左双脚 结果呢啊 在这个地方 啊 是吧 旁住了啊 甚至还有稍微下坡的这个动作啊 所以对于现在的这个纳指到底该怎么去看呢 是不是 它到底是下坡要走空的 还是说是个假坡位 我觉得呢 这一个啊 左舍啊 这一点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梳理清楚的 呃 从整个这个左舍上来看啊 我把这条线啊 还是画到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旁边中来 就是它的一个支撑线 从这个支撑线 我们能够去明显感觉到一个点是什么啊 破位了 是不是啊 这条水平支撑线破位了 但是你说它破的有多惊绝吗 也没有稍微的破位 所以虽然破位了有效性还啊 就是这个破位的有效性啊 这个破位了是否还 是否就会去走空了 有效性还在观察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去理解呃 我说的这个话啊 虽然破位了 但是呢 破位的有效性啊 还在观察 呃 也就是说这个行情今天往今啊的走势非常的关键 它是否会跳水 是吧 直接走空啊 那么呢 今天需要 往今的一个具体的走势去验证 我们才能够去进一步的去分析 所以对于纳指来讲啊 目前呢 它在这个啊 四破非破的地方呢 盘住了啊 而且盘的比较久了 所以呢 今天往今的行情 大家要重点关注啊 我觉得也就是美股开盘呢 呃 前呃 30分钟吧 啊 30分钟的走势非常的关键啊 30分钟的走势 好 我给大家啊 说几个剧本啊 说几个剧本啊 剧本一 好吧 现在这个行情啊 没有那么简单啊 没有那么清晰啊 所以呢 一剧本 二剧本 好不好 大家把我这个剧本啊 把它 呃 做一个详细的一个 呃 啊 理解 呃 剧本一 如果今天啊 美股开盘啊 前30分钟直接大音砸下去了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就是有效破为了 是不是 所以如果这么去走 那么这个行情做空的概率就比较大 好 所以剧本一 如果啊 如果开盘30分钟开30分钟开啊 30分钟开大音啊 那基本啊 或许啊 就顺势空啊 咱们思路就是空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剧本啊 看它开盘前怎么走 如果开盘前啊 是吧 多头放弃抵抗 直接空头情绪往下砸 说明在这个位置啊 这一个支撑位那就是真的破为了啊 如果造成这种破为 那么呢 就会引引发市场的一个恐慌 我们都知道啊 尤其是在咱们的一个争取市场啊 恐慌这个词呢 其实呢 经常能够去看到 所以大家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 这些关键的位置如果产生破为啊 恐慌造成恐慌 那么呢 这样的一个啊 是吧 抛抛押盘就会啊 发生踩踏事件啊 一般来讲这个地方就锁不住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非常的关键啊 那么呢 所以剧本一 如果开盘啊 前30分钟啊 直接往下说大音 那么呢 或许我们就在思路上保持啊 有多转空的思路 甚至啊 大家还可以在盘中跟进做空 好吧 顺着这个情绪往下去做 当然还有一个剧本是什么呢 啊 还有一个剧本就是和啊 剧本一相反啊 如果开盘啊 啊 如果开盘啊 30分钟往上迎 往上顶啊 是大阳 哎啊 那么说明是什么 假破位啊 这里就是虚幻一腔 这里就是一个右空啊 这里就是在聘取筹码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30分钟能说大阳往上去走 那么说明这个地方啊 只是一个假动作 那么呢 我们依然维持多头高位震荡的一个思路啊 所以呢 这个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搞多啊 所以这是我对于今天纳指的一个思路啊 其实呢 相对来说稍微复杂一点点啊 目前的旁边没有那么清楚的去定位 所以我们需要观察今天网间他先怎么走 如果是吧 出现我所说的两个剧本啊 大家要知道在盘中选择跟进 好不好 那么呢 这是我对于纳指的一个想法啊 如果能够 其实呢 呃 我觉得我我是更愿意去看到他往上走啊 更愿意去看到他往上走 只要往上去走 就这么多的趋势就还在 我们过去继续保持更多的思路也比较简单啊 更愿意去看到他往上走 只要往上去走 就这么多的趋势就还在 我们过去继续保持更多的思路也比较简单啊 更愿意去看到他往上走啊 只要往上去走 啊 所以呢 我希望他能够往上走 好不好 好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纳指的分析啊 啊 两个剧本啊 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不好 两个剧本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啊 大家要密切关注啊 开盘的30分钟啊 非常的关键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啊 嗯 哎呀 昨天给大家的讲解呢 可能都是不是特别的顺利啊 啊 黄金好像也稍微呢 没有特别的顺利啊 没有特别的顺利啊 当然呢 其实思路上啊 跟我讲的差不多很多 但是呢 他的这个走势上面 啊 不是特别的规矩啊 不是特别的规矩啊 呃 其实整个的这个黄金啊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来讲啊 从 上一次欧元的这个利率决议开始 是不是啊 他已经打破了空头的一个格局开始啊 一步反弹 所以呢 在这个情绪里面啊 我主张的思路一直都是反低去接多啊 因为 是吧 这一步已经拉起来了嘛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 咱们根据这个事实的方向啊 去保持啊 是吧 低位接多的思路 所以呢 在昨天的旁边之中也给大家说啊 大家画这条线 是吧 可以在这个位置去接多 但是这个行情啊 比较的狡猾啊 是不是 这个行情比较的狡猾啊 呃 这条线没有的撑得住 它是也是进行了一个假的破位啊 然后呢 再往上去拉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呢 来 行情是不是 有有难有易 我们把什么样的行情称为简单的行情呢 就是这个行情的规律很清楚 它震荡就是在震荡 它趋势就是在趋势 而且它的点位等的给的很精准啊 它做震荡 那么呢 它的一个位置就在震荡的上方上下沿啊 边缘位置 都能够给的很精准 所以这种行情就比较好做 那么像昨天黄金的左舍在操作上面就有一定的难度 为什么这么去讲呢 因为它虽然说是个啊 这一波反弹的一个高位的震荡 但是呢 它的点位 它的位置给的就不 就比较的模糊 是不是 不精准 我们想要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想要的地方是吧 在这里 但是它就是不给到你这个位置 它就是要虚破一下 骗一下你是吧 啊 然后呢 这个位置也是不上不下 也没有啊 到达下方这里来 所以它就在中间的位置啊 稍微刺破一下 所以像这个位置其实是在操作上面来讲比较难以去把握的啊 所以呢 让人今天也是再一次拉起来 是不是 所以现在这个黄金啊 相对来讲点位给的不是什么的精准 这是在操作上面的一个难点 那么今天的黄金该怎么去看呢 我觉得今天的黄金也很清楚啊 朋友们 今天的黄金啊 我给大家梳理一个结构好不好 呃 其实对于结构上的一些呃 理解的话 我觉得帮大家还是拿捏的比较的好啊 今天的黄金大家可以怎么看呢 今天的黄金大家看这个结构啊 就是我给大家画的两条线啊 第一条线啊 是上方的这些啊 高点和次高点 第二条线是下方的低点啊 那么这两条线我觉得是构成了当前黄金的一个震荡的结构 所以如果把这个结构把它树立清楚了 那我们其实啊 在思路上面来讲啊 就就清楚了 是不是 下方到了这个位置啊 咱们就读啊 上方今天晚上如果再一次往上冲 这个地方保持做空啊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今天对于黄金当下的这个结构啊 去给大家重新树立的一个啊 左市的一个特点啊 那么呢 大家保持这一个啊 是吧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说连或者一个通道 其实都可以保持在这个结构里面的一个高空低多 我觉得呢 这个还是做的比较的清楚啊 看这个行情 今天网金啊 能不能给到这两个位置的一个价格 给到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啊 我觉得还是个不错的机会 是吧 当然呢 呃 这个行情啊 我也会在老地方 跟咱们的朋友啊 是不是保持一个啊 同步啊 也会呃 带着大家啊 多去多去这样的一个布局啊 好 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原油啊 啊 呃 其实原油和黄金的思路 我觉得呢 最近呢 差不多很多 是不是 黄金保持一个 是吧 这样的一个通道的震荡 呃 对于原油来说呢 我觉得原油在 呃 当下的这个行情里面啊 其实昨天给大家讲的是一个 讲的是一个震荡 是不是 昨天的思路给大家其实也是讲的一个震荡啊 啊 但是昨天的思路呢 啊 这个位置啊 也没给到 是不是啊 叫大家高空低多 但是这个低多嘛 他也没给到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讲这个行情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难做 虽然我找到了他震荡的一个结构 但是说呢 他的这个点位 他这个位置并没有给到你这样的一个能够可以去进场的位置 我们想要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它还离了一段距离 是不是 所以这是比较难说的啊 所以这是比较难说的啊 呃 这在我们看来啊 就是属于比较难以去操作的行情 好 那么现在对于咱们这个原油的结果啊 该怎么去理解呢 我觉得呢 还是我昨天给大家所说的是吧 你把这样的一个 压力线把它找到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啊 下方的这个支撑线 是不是啊 下方的这个支撑线 所以呢 对于咱们的这个原油来讲 在当前的这个低位 它也是一个什么震荡结构 所以呢 我们在操作的思路上面 也保持一个震荡高空低多 所以今天的原油现在是吧 正在从下往上走 马上要接近我们啊 震荡的上营了 所以这一个空是今天晚间我重点推荐 大家要去关注的一个机会啊 是吧 震荡结构高空低多 马上面临啊 高位的压力 是不是 所以原油 我觉得呢 这个走势啊 相对来说呢 还是比较的清楚啊 呃 但是原油啊 大家要注意啊 一定要控制好分控 为什么呢 因为原油它的波动现在很大 随随便便这样的一个震荡 可能上下就是大几百个点啊 所以大家在操作原油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要控制好仓位 第二个一定要赢得止益之损 交易啊 对于咱们的这个纪律性的要求一定是要很高的 千万不能啊 随意去下单啊 一定要有组织有计划啊 有纪律 好吧 所以呢 这是我想给大家提醒的一个点 呃 以后在咱们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就给大家提到的所有的这些可以去关注的机会 关注的位置 同样大家要做好这样的一个计划 要做好一个分控啊 那么呢 作为对于对于交易员来讲啊 把分控做好啊 是第一15 然后才能说赚钱 是不是 好 这是我想给大家提示的关于原油的结构 那么呢 今天啊 给大家想去聊的啊 就是这一些 呃 总结总结一下 黄金云游 目前来讲都是抗震荡 保持高空低多 纳指啊 我觉得呢 牛熊就在今天晚间 大家记住我说的两个剧本 好吧 行 朋友们 那么呢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讲解就给大家说到这里啊 呃 祝咱们的朋友交易顺利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欢迎在咱们视频下段留言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